这个男人真奇怪 六月的大热天却身穿厚厚的大皮药 面前还放着一个硕大的火盆 他到底是怎么了 纽纪是广东话 就是算计人的意思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 广东四大壮师之一 陈梦吉的小故事 纽纪祖宗陈梦吉 话说小镇之上有一个无良壮师 名叫荒唐纪 为人尖酸刻薄 贪得无厌 为了钱竟干些颠倒黑白欺负百姓的事 主要给钱什么人的状子都接 在小镇之上一时臭名远扬 并且他精于算计逆色抠门 因此整天想法设法算计自己的伙计 千方百计的让伙计只干活不给工钱 这不这个倒霉的伙计 刚把饭盛好端到他的手上 他便故意将饭碗打翻在地摔得粉碎 凡有一口指护伙计盛的饭太烫 打碎了他名贵的仅得正饭碗 当即就要扣除伙计一个月的工钱 伙计一听顿时脚步不跌 一个月辛辛苦苦只有这一块钱还要被扣 整整两年了 工钱一分没见 都让荒唐纪以各种理由扣得一根二根 伙计越想越气 于是一怒之下炒了他的鱿鱼此功不干 不想此时被另一个壮士陈梦吉得知 陈梦吉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 因此决定教训教训荒唐纪 转眼他便一身破衣烂衫 扮成一个憨憨的穷小子来到了荒唐纪家中 声称要找工作 荒唐纪上下打量一番 眼见陈梦吉呆头呆脑的样子 便又打起了坏主意 登记说道 一个月工钱一块钱 并且每顿饭只能吃一碗 吃多了要扣工钱 没想到陈梦吉当场答应下来 只是他也要求荒唐纪答应他的三个条件才行 第一条 他的东西不能给老爷使用 第二条 每次上街 老爷在前 他必须跟在后面 第三条更简单 就是少爷吃剩的东西必须给他吃 荒唐纪一听 这是什么条件 你的破东西脏没垃圾谁会用呀 我是老爷 上街当然我在前面 小少爷的残根剩饭扔了也可惜 他吃了还省饭钱 当即与陈梦吉签订了合同 陈梦吉自此成了荒唐纪的佣人 荒唐纪没想到他的噩梦从此开始 这天晚上他访友回家 陈梦吉提着灯笼跟在他的后面 由于天黑一个不小心差点摔倒 于是立刻大骂陈梦吉没有眼力剑 还不赶快上前面给他照录 不想陈梦吉说的 我们有合同在先 上街时只能你在前我在后 如果违反合同 你扣我工钱怎么办 荒唐纪一听 哑口无言 只得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家赶去 不想走着走着 天气突然大变下起了暴雨 荒唐纪连忙吩咐陈梦吉将雨伞给他 陈梦吉当即拒绝 雨伞是他的私人用品 合同里明确显明 老爷不得使用他的任何东西 用了就是违约 违约就得赔钱 荒唐纪扣门逆色出名 当然不可能赔钱 只得冒着大雨继续赶路 回到家中 已经如洛唐纪一般 可是他的噩梦还没结束 就在他回家换衣服的时候 突然屋外传来夫人的尖叫 荒唐纪连忙出来查看 只见陈梦吉正满屋追着夫人 要吃少爷的圣奶 这还了得 荒唐纪大怒无比 可这时 陈梦吉又搬出了合同第三条 小少爷吃剩的东西 必须无条件给他吃 荒唐纪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只得赔了三年的工钱 这才送走了 陈梦吉这个瘟神 与此同时 小镇之上突然出现了一宗病案 有这么一对夫妻 由于丈夫是一名水手 因此经常出海横手回家 不想 他的老婆因不敢寂寞 一来二去 便与镇上的刘少爷走到一起 只是没想到 这天 丈夫因船只损坏 无法做工 便提早回家了 开门正转上屋中的两人 丈夫眼见妻子红杏出墙 大怒无比 一气之下 打了妻子后便涮毛而去 妻子眼见丑时败露 无脸见人 转身便在柴房上吊身亡 刘少爷 坐下如此祸事 不敢让家里人知道 于是便找到陈梦吉 想让他帮忙 想办法为自己开脱 陈梦吉乃正直之人 怎肯做这昧良心之事 当即拂袖离去 可是这在荒唐记眼中 却是一桩大买卖 只要有钱赚 管他媚不媚良心 当即狮子大张口 只要五百块 定能将此事摆平 刘少爷无奈只得答应 荒唐记答应帮助 洗脱刘少爷的嫌疑 随后 荒唐记便命人将 吊在房梁之上的尸体取下 重新换了一根绳子 再吊回原处 几圈麻将打完 尸体之上 便嘟了一条新的雷痕 于是转身 便诬陷善掉之人的丈夫 使他先勒死妻子 再将她吊在房梁之上 伪造妻子自杀的假象 没想到 县官竟然也昏庸无脑 当即判定 是丈夫谋杀妻子 将她抓了起来 陈梦吉得知此事气氛无比 大毛荒唐记 为钱竟然干下 这伤天害理之事 于是准备替天行道 再教训他一下 另一边 刘少爷由于怕刘老爷知道此事 便偷偷在帐房拿了500块钱 为了补平帐房的窟窿 刘少爷只得借起了高利贷 只是他没想到 这借高利贷之人 尽是陈梦吉安排的 声明 借200 还500 只要将钱还上 便不会向刘老爷告发少爷的仇事 荒唐记很快便知道这件事 郑仇没有机会报仇 当即给刘少爷出了主意 让他带着两袋石头冒充银元去还给陈梦吉 因为壮师私放高利贷是重罪 就是石头 他也不敢伸张 只能吃下这压巴亏了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陈梦吉早就算出荒唐记不会罢休 时间不大 刘少爷便带着石头来到陈梦吉家中 可是让他奇怪的是 此时正值大夏天 陈梦吉却在屋中点了一个大火炉 穿着厚厚的皮棉袄正在烤火 刘少爷心中有鬼也没多想 也忙放下石头拿着剑锯转身便走 果然一转身 刘少爷便来到公堂之上 状告陈梦吉放高利贷勒索自己 先关大怒 当即命人将陈梦吉带到公堂之上 并怒测他为何勒索刘家少爷 可这时陈梦吉则一怜无辜的说道 这都是刘少爷的气焰 根本没有此事 于是先关便让刘少爷将当时的情景复述一遍 刘少爷当即说道 我拿着500银元送给陈梦吉时 他正穿着皮袄靠着火炉呢 先关一听进出了一头的汗 六月天烤火还穿着大皮袄 这是疯了吗 这时陈梦吉则不紧不慢的说道 刘少爷肯定是因为这件命案惊吓过度 导致精神错乱 因此上了荒唐靖的当才胡说八道 现关听罢 大怒 逆急将荒唐靖抓来公堂 不由分说 罚款200 重则50大百 荒唐靖知道又找了陈梦吉的道 可是此时他却白口莫辩 只能认罚 这荒唐靖真荒唐 搬起石头 终将砸了自己的脚 故事到此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